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达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来谈谈 中国接下来的这个发展 因为呢 你去对抗都得要有钞票 没有钞票 没有资金 你怎么去对抗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一集呢 我想跟各位讲几个事情 关于中国形势一片大好的这个事情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 一些周边国家也好 或者美国的一些企业界 他们用脚在投票了 所以说什么中国经济不好了 中国要完蛋了 中国怎么怎么样了 一去不复反了 这些屁话都是被打脸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拜登是怎么讲的 拜登说 习近平面临庞大的问题 包括中国脆弱的经济 美国总统拜登2月8日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面临庞大问题 包括中国脆弱的经济 拜登8日接受公共广播电台 访问者称 需要保护国际贸易 中国抗衡美国的能力 受到能力的处境 见目 反问访问者称 你能想到有任何世界领导人 愿意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 我一个都想不出来 他继续指 习近平正面临庞大问题 中国经济运行得不到 运行的不是很好 本指出 中国至今为止 未有权力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表现相当温和 理由或与习近平 从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倒式反应 包括经济制裁等措施中 得到教训有关 大家看看这种话 是不是让人觉得前后矛盾 美国到底天天在这个里面 他的这种意淫程度和自恋程度 已经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地步了 首先第一个大家要知道 当时俄乌冲突的时候 拜登怎么说的 我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了 他当时已经宣布赢得了胜利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的乌克兰的乌军 在前线积极败退 他都跑到英国去 赶紧说要给战机 给不了战机 马上我这边就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事情拜登他不谈 那他当时说 俄罗斯149个卢布 才换一个美元 他们经济将被崩掉 但是后来卢布金本位挂钩 卢布涨到一美元 对56个卢布 57个卢布 58个卢布 在这里面徘徊 然后金融制裁宣布失败 把它剔除Swift系统 而俄罗斯就很硬 跟我的贸易必须要用卢布来结算 这在削弱美国的霸权 美元的霸权 然后对俄罗斯的所有的制裁 俄罗斯人照样活得好好的 一个俄乌战争打了他 到去年 半年过掉 他的财政居然是有盈余的 那你说什么叫压倒式的这种制裁 所以我说这美国总统 是不是在这里天天在这里 就是这样的这种状态 那中国的气球 既然露清你美国的 你就宣布开战就完事了 胆子特别小 然后又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 说没有人愿意跟习近平去换位子 那中国今年 INF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原来的四点几 提到了五点二 中国依然是 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 保持最好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说脆弱的经济 什么叫脆弱的经济 我又有点搞不懂 对吧 当然你说跟以前全球化的时候 中美关系巅峰的时候 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点事事事 但你美国你自己是什么情况 你美国搞了一个一个的这个朋友圈 搞了一个一个的法案 搞了一个一个圈子 能落地吗 所以说在这里讲 那中国外交部 也是怼美 怼美国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外交部是怎么怼的 中国称 中方强烈不满 美国总统拜登对于 关于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的言论 指美方言论极不负责任 有违基本外交礼仪 北京进行反对 那么这是外交部的一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中国说正向拜登讲的 中国无论和用武之地 习近平呢 面临很大的麻烦 那么以下这几个新闻 我到时候要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第一个 美媚 拜登政府拟推新措施 限制美元流露中国先进科技领域 美媚二月九日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 拟推出新措施 限制美元流露中国先进科技领域 纽约时报报道 随着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野心 担忧日益增加 美国议员和白宫啊 开始考虑另一行动 以限制北京获得可用于战争的先进科技 这次美国政府计划 把限制延伸到新领域 即用于资助在中国境内开发先进科技的美元 报道称 在数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已在准备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 尤其是在先进电脑操作的领域 报道称 有关措施已基本完成 会会在二个月内发布 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指 美国财政部一直在跟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政府接触 以确保他们不会在美国切断融资之后 就迅速向中国提供类似融资 那么拜登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 美中竞争下 美其大量注资中国AI产业会有哪些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一份机构研究报告指出 在美国政府加强对中资审查之际 美国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大量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 专家表示 美国投资者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提供的专业知识 将有助于北京的长期科技战略目标 美国乔治成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本周发布报告称 从15年至21年期间 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167名美国投资者 参与了401项中国人工智能交易 约占这一时期全球对华人工智能投资交易的17% 报告指出 涉及美国投资者的交易总额为402亿美元 投资于251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占同期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融资总量的37% 该报告信息基于数据商提供 这份报告发布之际 政治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量子和半导体领域 对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查 有报告称 拜登政府计划公布对美国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新限制 就是刚才前面一个新闻跟这个新闻就对上号了 那如果说中国正能像拜登讲的那么一无是处 没有谁愿意跟习近平去换这个位置 中国很垃圾 中国都是低端的 就美国能搞高端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科技巨头愿意投资中国的能工智能产业 为什么 你美国从川普时代到现在 你一直限制中国的能源到美国去 然后对在美国的那些真正的狂乐的皈依者 他们要对美国表示忠诚 对于这样的人 他都在被打击 把这些人的心都给寒了 那很多人不参与美国的科研项目 不到美国这些公司里面去参与这个 改更新换代 所以说美国的科技产业 我一直都说了一点 一开始有些人还不认同 但是你现在认同了吧 没有中国能参与的科技项目是落不了地的 不管是从主意 到去帮他具体落地 都要由中国人参与 那中国人不到美国去了 那这些公司是不是得到中国来投资 把他们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主意带到中国来 让中国人帮他去落地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吧 美国的强大 这二三十年年的延续的强大 是靠中国人帮他强大的 他只要玩学术霸权 那个文科的那种概念 给你洗脑子 美国很牛逼 美国有自由民主 美国有言论自由 美国有这个有那个 把很多中国的 这些优秀人才吸收到美国去 人类的历史进程 除了这些北半球的这些少数国家 之外 跟其他的一些全球大部分 全世界193个国家和地区 人类能够改变人类进程的 也就那么十来个国家 剩下的都是那种造分机国度 就是今天吃了饭 明天呃个屎 后来后天打个炮 就是最低的 低级动物的这种需求 大部分国家你去看 你去过很多国家 非洲也好 南美中 中南美洲 整个中南美洲 整个美洲 对人类进程有帮助的 就是说能够体现出来 对人类的一个就美国 一个就加拿大这两个国家 以整个亚洲国家 也就一个中国 一个日本 一个南朝鲜 南朝鲜 那还是算是美国 大概就日本跟中国 对吧 欧洲 欧洲也就西欧 那几个工业强国 那东欧也就一个俄罗斯 对吧 其余的那些国家 你认为说能够 在科技上能够搞出什么 玩出什么花活来 好像并没有吧 大家说是不是 好像并没有啊 所以说 那美国 他玩花活 是吸收了这些人才 我说过 前数年解体的时候 有一帮俄罗斯的科学家 帮助美国 在发展 那个前后啊 那个动摇的前后 那个青年动摇前后 大概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往后 两千年到一零年 到二零二零年 新冠的这一段时间 将近三十年 是中国的学者和科学家 在帮助美国在发展 所以你 我说了很明确了 当这些公司里面 中国人不去 在美国这些总部 去科研部 研发部 和那些学校里的 学术 课题组 项目组 他们 他美国 他就是个屁 他美国 他就是个屁 你看到没有 他现在高超音速武器 搞得出来吗 搞不出来的 到现在还没搞出来 今天成功了 明天成功了 永远都是他妈在成功 你看他搞出来没有 没有 对吧 你限制中国 中国居然搞出来 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系统 所以中国慢慢熬 慢慢弄 就像阿斯迈尔的老板讲的 你限制中国人 中国人反而是会加速突破 这些科技 当然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短期内是有阵痛 所以你拜登在这里贬低中国 那为什么你美国这些公司要来 而你现在耍赖皮 他妈的在美国 这些人都是间谍 到了他们来中国了 我要限制美元 对中国这些里面投资 那这些公司就完蛋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公司都在裁员 你在限制生意 你用自断臂膀 就把自己做成人质 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在那个地方去限制中国 对吧 而中国是 只是说被你现在 打了几根勒骨断了 但骨头经过打石膏 是可以修复的 你可能就把我 这个腿 骨头给我打骨折了 但是你美国是 把自己做成人质 最终你会成为我们的玩偶 被我们踢过来踢过去 想怎么玩弄你 就怎么玩弄你 所以你看这些年 美国有什么东西出来吗 没有 那么好 对中国股市信心回温 外资涌入 乐度创五年新高 外国资金近期大量 涌入中国大陆 与香港的股市规模之大 自2018年以来 前所未见 根据研究分析公司的数据 一二十五日为止四周内 外国的主动型基金经济 能总计在中国大陆股市 投资13.9亿美元 在香港股市投入 高达21.6亿美元 相较于被动型投资经理 能跟随整体的股市指数 主动型基金经理 能更为积极参与资产投资组合 美国财经媒体CNBC 引述的EPFR的量化策略经理 斯蒂芬沈 称主动型投资经理 能对中国市场的态度 是五年以来第一次如此乐观 说中国松绑清零政策影响 在非常短期内 还可以预期有更多来自 主动型投资经理 经理人的资金的流露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那如果中国就像拜登讲的 是个烂货 那这些资金 为什么大量进入香港跟上海 对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 香港跟上海啊 是新加坡没办法取代的 你懂吗 新加坡就是什么 现在说什么新加坡取代香港 不可能 新加坡就是一个搞信托的地方 搞些什么基金会 信托的这个地方 跟香港这种 跟上海这种金融模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他们会大量的进来 如果中国烂 他们会来金融到中国吗 大家说是不是 正在金融市场 科技市场 科技行业 金融市场 都有大量的外资进来 而且而拜登 气得跳脚 要限制他们 然后他在那边说 中国的经济很拉起 美国啊 也他妈就剩下一张嘴了 中老缅泰 全程铁路首发金丸底曼谷 大美工和次区经济合作再次提升 被视为一带一路标志工程的 中老泰铁路 9日迎来全程铁路运输 往返搬列首发 全程55个小时 预计今晚将抵达泰国曼谷 将为加快建成中老泰经济走廊 提供有力支撑 官媒新华社报道 一列搭载19个冷链货柜 约280吨新兴蔬菜的中老铁路 国际货物列车 7日下午从云南省中铁连 及昆明中心站驶出 预计今晚将抵达泰国曼谷 这是中老铁路 在2021年12月3日的开通 连接昆明和永针段后 进一步延伸至泰国曼谷 此一国际铁路的建成 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大美工和次区经济合作 产生积极的影响 东盟的经济中心 云南昆明正在形成 这里中国又是很务实的 一带一路的项目 在接轨 落地 生意开始做起来了 进一步控制整个东南亚地区 我说过东南亚的事务 要跟中国人说了算 所以你看看 你美国天天在这吹牛逼 就剩下一张嘴 有意思吗 还不如务实点 等我们把台湾拿下来 中美关系再和好 不就行了吗 谢谢各位支持 超级 差不多 好